一段尘封的历史 一个冷门的少数民族王朝 他们是中世纪最强大的战士 他们也是蓝天白云草原之下的孩子 草原孕育了他们 他们用自己的决心和毅力 征服了华夏神州乃至欧亚大陆 登上了属于自己的巅峰 他们也曾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挣扎彷徨 迎来最后的时刻 他们就是元朝 而想要了解元朝 教先了解元朝的君王们 今天就让利哥带你穿越历史的迷雾 看遍元代历史 揭秘元朝的十九位帝王 发掘大元帝国和帝王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元列祖博尔纸巾野素该 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嘴呢 大家可能不熟悉野素该这个名字 但这位老兄的儿子铁木真 你一定听说过 这位父亲最大代号就是替儿子找对象 野素该也许是中国早恋主义的拥戴者 也许是过于着急想要抱孙子 公元170年 为了给九岁的铁木真找个女朋友 他翻山越岭 到了一位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家 朋友家的女儿不二铁 也是八九岁 俩大人一顿戳赫 给两个孩子定下了婚身 天色太晚 野素该不放心铁木真和自己在拔舍回去 于是把儿子留在了朋友家 他看着铁木真熟睡的脸庞 独自走上了回家的道路 年轻的父亲没有想到 这将是他和铁木真的最后一面 他走到一半碰上自己的仇人 正在办家庭宴会 这帮人一眼就认出了野素该 盛情邀请他一起吃饭 心大的野素该没有丝毫防备 爽快答应 坐下就是一顿胡吃海菜 结果仇家在食物中下毒 野素该中毒而死 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 和自己因为贪吃而送命的父亲相比 铁木真的名字可以说是 响彻整个中国历史 之所以铁木真的名气这么大 是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旅行家 我们来看一份铁木真和他的子孙们的旅游行程表 往东最远到达朝鲜半岛 往南最远到达越南北部 往西最远到达奥地利维也纳 往西南最远到达叙利亚大马士格 往北最远到达俄罗斯北部 没有动车 没有飞机 漫漫长路都是铁木真 一步一个马蹄子走出来的 铁木真用他的勇敢和毅力 侵占了128个国家和地区后 建立起了一个面积超过3500万平方公里 横跨欧亚大陆冠决历史的蒙古帝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 铁木真也是前五人后五来者的 最强房地产商 堪称元代王健林 元瑞宗伯尔纸金拖雷 我是大元娱乐圈的顶级流量 铁木真的四个儿子中 拖雷是最能争善战的一位 也是最忙的一位 当有人问起拖雷在做什么 回答总是他在打仗 早上打金国 中午打不花辣 晚上睡觉前顺便打一下沙布尔 不吹不黑 他的军事才能 在斯维尔子中是最强的 一个人打三个个个 丝毫没有问题 拖雷很忙 除了带兵打仗 他还是个演艺圈的宠儿 工作之余 到电视剧 射得云传里和主人公过境 败了个把子 元太宗 不二指金 窝阔台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窝阔台是个好皇帝 更是个好人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这位皇帝是一位热衷公义的人 窝阔台天生慷慨 田赋税收 刚刚放到国库 财政部还没等统计核实 转眼就被窝阔台给花完了 但窝阔台没有拿这些钱 胡诗海拆 铺张浪费 而是全部赠送给了穷人 不是做做样子的表面赠送 在他在位的13年里 在不同程度上 受到过窝阔台恩惠的 有1万人左右 堪称元代红十字会会长 一次窝阔台外出游猎 遇见一个破衣烂山的老百姓 怜悯之心又上来了 但他出来的匆忙 身无常物 啥也没带 他想也没想 居然取下身旁皇后的珍珠尔敦 送给这位百姓 皇后劝窝阔台 小明可能不识得珍珠的贵重 不如明天叫他来皇宫 领一份赏钱 窝阔台看着老百姓 缓缓离去的背影 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 他是个朝不保夕的穷人 哪里来的明天呢 感动元朝十大人物之首 非元太宗窝阔台莫属 元定宗 博尔纸巾贵油 让我信上帝 不好意思 我就是上帝 元朝是一个强大的侵略帝国 也是一个喜欢长途旅行的国度 元朝周边的邻居可算遭殃了 欧洲小老地尤其遭殃 蒙古人心情不好 却欧洲欺负外国人 蒙古人闲着没事 却欧洲欺负外国人 由于蒙古军队实在太过能大 有事没事就去欧洲收拾小老地 欧洲各国实在是受不了了 一天三顿顿顿挨朗 搁谁身上谁也受不了 外国人决定派出传教士 参加元定宗贵油的登基大典 顺便小致以情 动之以理的教育一下蒙古老大哥 于是发生了以下真实的实料对话 传教士表示 你应该信上帝 而我们是上帝的使者 所以你不能老派兵欺负我们 贵油表示 我就是上帝 元宪宗 不二指金猛哥 EV6对我来说只是家常便饭 严格意义上讲 如果没有这位 历经图治的元宗猛哥 业以继织的辛勤工作 那么未来 忽必烈建立的大元王朝 其实是一纸空谈 猛哥是真大哥 下面请看一份 大哥的政绩 高丽王国 投降猛哥 成为其附属国 大理国 大理国王 段志兴投降 云贵高原 并入蒙古半途 波斯南部 卢尔人政权 拒步投降 被猛哥灭亡 波斯西部 穆拉吉国 拒步投降 惨遭灭亡 叙利亚 阿游部王朝 拒步投降 惨遭灭亡 其中最惨的 当属巴格达 阿巴斯王朝 国王一看蒙古人来了 还没来得及投降 就被猛哥灭亡了 远世祖 伯尔纸巾忽必烈 今天晚上谁也别走 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前辈们南城北战 给忽必烈 攒下了丰厚的老底 他成了蒙古的 第五任大汉 也成了 大原王朝的 第一任主任 以代明君的 丰功伟绩 自不必再啰嗦 就连后来 覆灭大原帝国的 朱元璋统治都 竖起大拇指 点赞转发 评论三连 称赞忽必烈是个好皇帝 忽必烈得到了 遥远未来的 明朝帝国的权威认证 但这位素有好名的皇帝 还有另外一个称号 羊肉美食家 现代社会喜闻乐见的 涮羊肉吃法 就是忽必烈发明的 原由是因为 忽必烈远征驻军 想吃清炖羊肉 但军情紧急 时间不多 这可难坏了厨子 古代没有高压锅 也没有电炒锅 想要把大块的羊肉 短时间内煮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忽必烈一看 自己心急吃不了炖羊肉 于是叫厨师 把羊肉切成薄片 加上油盐酱醋各种配料 放入水中一顿乱煮 世界历史上 第一份涮羊肉 就这么被忽必烈给吃上了 原狱宗 博尔纸巾 真金 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个 闪电五连鞭 真金还是太子的时候 就是一个为人善良 但是性格暴躁的小老弟人 他主张清摇一清覆税 善待百姓 这和当时的权臣阿和马 大肆搜刮 民脂民膏 鱼肉百姓的行为 产生了矛盾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有人可能会选择朝堂辩论 各属己见 有人可能会选择背后阴人 暗下黑手 但小暴皮的真金二话没说 找到阿和马 就给他来了一套 混元行义太极拳法 加闪电五连鞭 把阿和马打得鼻青连肿 上朝之后 忽必烈问你之声 咋回事啊 谁给打的 阿和马敢怒不敢言 只好说是让马给提的 真金大喝一声道 我就是马 就是我打的 咋的不服 打你咋的 就看你不顺眼 以后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原成总 博尔紫金铁曼 什么 你有八百个媳妇 你也不怕甚虚 铁曼上任之后 做了很多事 但有一件事情 格外引人注目 他率军攻打了一个 国名非常奇怪的国家 八百媳妇国 是的 你没听错 这不是绰号 也不是细说 而是真真正正的 存在过这样一个国家 古宝有八百名妻子 每位妻子 同时也是国家的将领 分别驻扎在各处 拱卫王权 而就是这样一个奇葩国家 今天不进贡 明天不交税 后天想捣乱 原成总一看优贺 翻帮小国 一天事还不少盘的 没想到打来打去 不仅仗没打成 还把自己的业余生活 给耽误了 对方国王 坐用八百个 娇艳玉丽的小媳妇 儿女成群 子孙满堂 铁曼 一个儿子也没生下 原顺宗 博尔紫金 达拉麻巴拉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月亮代表我的心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达拉麻巴拉 是元朝历史上 唯一一名残疾人皇帝 他是个哑巴 达拉麻巴拉 虽然身残 但是至坚 同时也是一个 对爱情有着 美好向往的男青年 他游历世纪 遇见了自己的一生之爱 招宪元圣皇后 达乙 这位皇帝 急于表达爱意 但是不会说话 急于那叫一个脸红脖子粗 情急之下 他大手一挥 小手一指 用手语对达乙表达了 我爱你 爱着你就像老鼠 爱达米的思想情感 才把达乙悬入空中 差点错不过一段 美好姻缘 达乙皇后本着不歧视 不欺负残疾人太多 不仅和达拉麻巴拉 相敬如宾 而且给皇帝生了俩子 也就是后来的 元仁宗和元武宗 元武宗不二指尽海山 一天不喝酒 我就浑身难受 海山爱喝酒的毛病 在元朝皇子里 是出了名的 早晨喝二两 中午喝半斤 晚上再采一箱 来一箱啤酒 大臣阿沙不花 一看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说咱们蒙古人 好喝爱喝 身体素质强 也不能这么糟 这位中肝一胆的元朝大臣 拼死禁剑 对海山说了这样一段话 阿沙不花告诉皇帝 喝酒是百害而无一例 容易得高血压 肝硬化 胃精卵 以及各种心脑胸肌疾病 你要再喝 过两天就得进ICU 海山听完阿沙不花的话 表情凝重 思索半天 然后说 你说的很有道理 一看你就是个忠臣 来人 上每酒一杯 与朕同饮 元仁宗不二指尽 爱欲黎巴黎巴达 同学们 知识改变命运 努力 改变人生 你没看错 这位皇帝的名字 就是这么长 这是一位爱学习的皇帝 在位期间 制定了新的高考制度 打出了 知识改变命运 今天学习 不努力 明天努力去学习的旗号 也就是从元仁宗开始 朱熹编写的四书和五经 成了指定的考试书目 这件事情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却是一件 超出了元朝范围 且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后来元朝没了 制度还在 明朝沿用 明朝没了 制度还在 清朝沿用 无心之间 元仁宗的这套考试方程 贯彻了整整三朝 元英宗 博尔纸金 朔德巴拉 谁说我不讲武德 十七岁就即位的少年天子 朔德巴拉 人虽小 但却以法治国 铁面无情 堪称元代小包公 一位叫做 启示间的大臣 倒卖官位 被抓了个正着 按元朝法律 应该打一百个板子 没想到 朔德巴拉奶奶 达乙出面干涉 意思看我面子 打个三腹下 应付一下就得了 朔德巴拉表示 不好意思 启示间 结结实实的挨了一百大板 屁股都要打开花了 达乙表示 你这个年轻人 不讲武德呀 太定地 博尔纸金 野孙铁门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大元 被我承包了 由于野孙铁门 是篡位当上的皇帝 所以元朝和明朝都不承认这位皇帝的正统性 但这并没有打消太定地的记忆性 他不仅兴高采烈的做了皇帝 还发布了一份登基诏书 你可能会问 当皇帝都会发布登基诏书 这有什么稀奇的 太定地的这份诏书还真的很稀奇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白话文诏书 野孙铁门 秉除了之前皇帝文咒咒的说辞 什么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无语此言 有如较日 等等高端大气上档字的内容 统统被删除 他的诏书简单明了 通知一下 现在我当皇帝了 你们都过小厅了 谁敢不老实 我就收拾谁 天顺地 博尔纸巾 阿素吉巴 不是说永久VIP吗 怎么是张体验卡 和自己的父亲一样 阿素吉巴继承了父亲的黑锅 也是一位不被承认的非法皇帝 但清除于蓝 圣于蓝 阿素吉巴虽然只有九岁 但却创造了一个所有元朝皇帝 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他是元朝历史上 乃至之后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他在1328年10月3日 当上皇帝 1328年11月14日 就被人拉下了马 共计在位41天 阿素吉巴表示 我屁股还没做热乎呢 原文总 不二纸巾 图铁梦 好玩 真好玩 太好玩了 有的皇帝爱江山 有的皇帝爱美人 图铁梦 不爱江山 不爱美人 却偏爱一向 桌上的竞技运动 围棋 古灰级粉丝 图铁梦 早上起来整一盘 中午睡醒整一盘 晚上睡觉来一盘 吃饭也在下围棋 上朝也在下围棋 去过厕所 也得先下两手才满意 当然 这位皇帝 有时候也会觉得 自己下围棋是不正业 于是问自己的 心腹正臣于吉 于吉回答 没毛病 一确没毛病 所谓长下围棋 致力好 大元王朝 特别强 原名总 不二纸巾 何世拉 让我们红尘作伴 活得潇潇洒洒 运气不好的 何世拉登机没多久 敢让叛乱 迎来了他徒步旅行的岁月 他先是进行了 大元王朝的 两万五千里长城 走到延安 然后穿越大漠 到达阿尔泰山 夏天在美丽的扎檐 爬雪山过草地 冬天在雄壮的萝卧茶山 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少女 他和少女相遇相知 相恋相爱 堪称元代著名千里送 好不容易带着 自己心爱的姑娘 拨乱反正回到王城 没过两天 一病不起 不久之后就领了便当 元宁总 博尔纸巾 一林治班 人家还只是个孩子 一林治班 当上皇帝的那天 只有七岁 此时的大元王朝 已经到了 摧枯拉丑的地步 内忧外患 四分五裂 群臣上属皇帝 赶紧改革平乱 赶紧拯救元朝 一林治班表示 给我整点零食吃 他只是个孩子 他连自己都自顾不暇 哪里又有能力 去拯救这个大元呢 远顺帝 博尔纸巾 妥欢挺慢 别大了别大了 我投降还不行吗 浩浩荡荡的大元王朝 终于迎来了 全国统一政权的 最后一位皇帝 此时元末农民大起义 我们的朱安庄统治 已经在黄爵寺 和尚专业毕业 拉起了反抗元朝 统治的大起义 严格意义上讲 妥欢挺慢 虽然是末代皇帝 但却并不是一个 昏庸无能 一无是处的帝王 他在位期间 先扳倒全臣 后大力改革 做了很多好人好事 但击中难返的大元王朝 已经不是他一个人 能力挽狂澜的了 而要探讨 元朝灭王的原因 其实不外乎一点 元朝统治 自从入主中原后 从来没拿自己 当过这片土地的主人 而是把自己 当成了客人 每天就是五件事 吃喝玩乐灶 元顺帝成立一个 无辜的背国下 公元1368年8月 朱元璋单排上王者 攻陷元大都 蒙古贵族没得办法 只好收拾收拾 卷破个走人 让大元历代皇帝们 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是 这位大明王朝的缔造者 当初起义的原因 并不是想要逐鹿天下 夹风酒舞 只不过是想吃一口饱饭罢了 不论北元的话 元朝已经可以说是凉了 大元帝国消失在了 历史的尘埃中 有人厌恶元朝 他们觉得元朝凶残 屠戮 给中原大帝带来了 无尽的伤痛和伤疤 但请你记得 这句话用来形容 任何一个朝代都合适 任何一个王朝 都曾经为华夏神州 带来繁荣昌盛 也曾经给这片土地 带来巨大的伤害 但这片土地上的王朝 包括元朝 两进等等朝代 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是一家秦 是一提的 别再说什么元朝不行 唱衰元朝的话了 正是历史 才是我们这代人 最该做的事情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 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